好,那个羊羊访谈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条件比较简陋啊,自拍 那个今天来到了这个我们银河星庭Hash Ratio的办公室 来到了黑砖冬的这个老弯 黑砖冬就在操盘中,然后给大家隆重推出黑砖冬 都说,给大家打个招 都说来这个,今天是7月1号,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党的生日啊,对啊,党 这党是建党节,建党节 都说这个来了以后很震撼,电脑还这么多 三台电脑同时操盘,都是K线 在这儿还挂了一台,还带着折叠 都说这办公室上有点乱 都说来聊聊,7月1号咋回事 怎么这么好 美国的青东,新贷,接受比特币支付了 另外一个那个FBI拍卖的价格应该是高于市价的 先说说FBI这事吧,虽然是过去时了 但是这个事情你不是参与了吗,你的帮兄弟们都 一起去拍的嘛,这个这个 这个拍卖是怎么个流程 拍卖这个流程是这样 之前是咋回事,怎么就详细 我们中筹嘛,我们中筹了一笔钱 我们中筹了一笔钱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我们自己有 我们自己有美元嘛,我们自己有美元 然后我们就是用户 大家的钱打到我的卡上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美元拿出来 转给美国那边有个代理 美国那边有个代理,Herry 对,Herry帮我们做的 他们的公司叫Binary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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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金制金融 我帮你找个火机 二金制金融,直接质疑就是这个意思 二金制金融 我不抽烟 数字金融 这么理解比较强大 然后呢,这个拍是怎么个拍法 FBI这个事是公开的还是私立的 还是隐藏起来的 它是那个,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网站吧 就,我不知道具体怎么 这个具体过程我们在讲 好像有一个网站登记的 就是7月 是那个二十 二十几号 二十六号是吧 就是我 嗯 然后那个 每个人 每一家可以填两个 嗯 每一家可以 你停一下,停一下 我这不能停,你先接吧 嗯 你先接 灰哥 哎 先给灰哥来一顿 对对对 灰哥主要负责啥呢 现在 呃 现在我们 我们发现那个 你知道我们出了一个二代 我们自己还随手二代 采用的是烤猫开源方案 嗯 银河蜻蜓的那个矿机是吧 银河蜻蜓的矿机 它随手 二代 采用了烤猫的方案 我们觉得现在烤猫是比较 它的方案比较 完善一些 嗯 然后也比较稳定 散热做的也好 嗯 所以呢 我们现在主推这个方案 有一种办法 就是方便大家 呃 特别那些没有挖矿的人 希望来做这种托管的 嗯 我们有一种先收回成本 然后再分享利益的一种方式 嗯 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每季五块三左右 每季五 对 还有可能 这只不过现在那个在 现在接受的预定是吧 现在 这不叫预定 首先那个我们 首先这个不是卖机器 你要你要做这边 我这边光线好 好 我做的你的老板也 来了 这个这个不是 首先这个不是卖机器 嗯 把这个定型为一个投资 嗯 它是一个 只能说是 这是一个 风险比较少 嗯 风险比较小 但仍然是有风险的一个投资 嗯 而且是优先回本 在这个在这个这个 这个师母里面 尽量用的一种方式 就要叫 优先 列后 优先就是说 你是你是投资人 嗯 那么我们投了这个项目之后 是优先收回你的本钱 嗯 那后面 后面有利润的话 是我们共同分 我们双方共同分 先回本再分钱 对 而且我生产的时候 我是直接成本价生产 成本价生产 对 现在我们能做到的成本是 嗯 五块 就我们上一批货的成本 是五块多一截 啊 现在这第二批货 已经已经投产了 现在的精确成本 我们还没有折算下来 那 大概的成本的话 肯定在五块钱以下 对 这在四块钱到五块钱之间 具体是多少呢 我们还没有折算出来 但肯定是目前为止市场市场最便宜的矿机 是成本 成本上最便宜 成本上最便宜 对对对对 不是售价 因为我们现在不卖矿机 就是咱们是 咱们现在就不卖 就是说 不做零售 不做零售 对 只做咱们自己的不控 对 因为现在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服务呢 因为现在显然这个挖矿已经不是家庭做坊的时代了 以前那个你像那个熏空 对 他买了十代矿机 这十代矿机的收益就很大 对 你找个空房子 插上电 是吧 对 这十代矿机当时给他一台机器一天的收益是两千块钱 总共给他挖回来三千个币吧 可能有大概有三千个币左右 就让你收入的那批机器 对 但是现在的话你十代矿机 十代矿机 现在一千台矿机 还没有去年一台矿机的收益好 对 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了进入这个专业化 规模化 挖矿的时代 而这个不是普通的用户 甚至不是说你随便一个投资可以做得了的 对 你买单台矿机在家的话 当然也有收益 但只不过这个 它的收益就越来越 越来越小了 而且对于矿机的维护 它是一个专业的事情 大部分小伙子都做不了这个事情 是 而且你一旦矿机坏了 谁给你维修 我实际上我现在不太建议就是大家去 我建议就是说那个要挖矿就应该专业规模 而且是成本家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不是说童话都不好 就是以前 我就是分析一下去年的矿机市场 矿机市场 去年的矿机市场特别的暴利 特别的暴利 就是这个 大家都是按照那个 不是按照成本家去卖机器的 你比如说 蚂蚁 打个比方 蚂蚁啊 跟他关系好 再得罪一下银匪没关系 蚂蚁的机器 这么大一台机器 它成本不到2000块钱 1000块钱到2000块钱之间 他早期的时候成本可能要高一些 他最多也不会超过3000块钱 他这么一台矿机出来的话 他卖多少钱 2万块钱 怎么 这2万块钱怎么卖的 他是按照 这台机器在三个月之内 有可能挖回多少个币 是吧 按照这个币的价格去卖的 他给矿工的利润时间很低 对 他根本就不是参考级的成本价去卖的 当然了 矿工能赚多少 百分之多少的币 矿工实际上是这样 百分之三十 赚不了 我估计以前矿工赚不了 能赚到百分之十到二十吧 当时也就 百分之二十的币 百分之十到二十 三个月是吧 三个月 我估计他们算的应该不止三个月 因为他应该是按照当天的 挖矿所得乘以三个月 但是难度长得很快 所以说 无钢的机器受益情况很好 现在还在挖牙 无钢这些套不是买的 他实际上是跟蚂蚁合作的 抵押的 抵押的 完了 现在就是说 一百万企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也是要避免一个非法集资出现 如果说我不把人数控制的很多的话 而且我这个项目目击的是法币 是人民币 我不是募比特币 这是法币 对 因为我认为矿机的逻辑 就是应该你投入人民币 生产比特币 而不是说 那你生产出来 卖掉 生产再这么去做去 那还是得卖到最后回本是吧 回本的话是这样啊 回本的话 你可以自行选择 对你来说 你可以选择 我是要币 还是要法币 都可以 当然 有的人他喜欢要币 有的人喜欢要法币 那现在里头一涨 对你是好还是不好 是这样 募的时候价格比较低 我这个项目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我募集的是法币 然后我们在继续回本 不回本的时候 我们也是以法币计算 首先 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 在比特币的世界里面 用币 赚币 是很难的 即使是 你掌握了成本价 就 我们去年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们去年就亏钱了 好